日本漫畫家被條絲經典作品《城市獵人》自連載至今已39年 除了有動畫還多次改編成真人電影 這回日本版《城市獵人》召來領目亮平蹦出新滋味 過去他曾餵戲一下增肥30公斤 一下又減重20公斤演出重症病患 這次為了神還原伸手矯健又好色的護雨療 領目亮平同樣努力纏肉 在上百位演員面前裸體跳舞 我失去了尿沙巴 但主要是舞蹈 他穿了衣服 我實在是上千次你穿衣服 但我今天比較小心中他在衣服的衣服 我成功的地印像要似乎 我的臉部件和表面互穩也不美 他們要穹成功利益 地上廣森或被伸合罵 最重要的事是 對三角政治har名 所以我試過比 Auft者持穩 所以這方面我失去了很多重量 我從我小時候是一個很大的City Hunter 我從小時候都不想損壞它 我已經在20年演技術上 我看過很多現場的配奏 都很糟糕 都很糟糕 所以我從未想成為City Hunter 因此我為了創作組合 我加入了組合 在城市獵人劇情裡 顧客想找呼籲聊工作 就得在新宿車站的留言黑板上 寫下暗號XYZ 如果李夢亮萍是委託人 會想在黑板上寫的暗號是 粉絲絕對超期待續集 因為號稱史上最適合演變態英雄的他 過去在瘋狂假面一脫成名 讓林默成為變態英雄專業戶 我也有一個正常的超級英雄角色 像在電影中叫做Gachaman 但我覺得是為了 為了為無敗 Enterprise 這些英雄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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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因為我愛我最愛我最愛我最愛我 我喜歡玩很多角色的角色和故事 都很容易 但我還沒有拍攝過程度 我認為這就是原因 我非常幸運 可以玩 很自然的角色和很自然的角色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鈴木亮平 我在台湾上,我實在說話,但我沒有在工作 所以我會在久的時間 我會在台湾的俳優和監督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作品 所以我們一起做的作品 我們都會想在一起 所以大家可以看待 我們會有一個日子的事 我們一起到台湾的見面 見面